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我祝大家有上帝的恩惠及上帝的慈爱能够与您跟你们的全家都能够同在 今天我们的题目我们来定为问题与回答 为什么叫做问题与回答呢 因为在前几次的这些节目里面 特别是我们分享了每一个人我说过都会再次的复活 这个地方也不是说我说的 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谈到的 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再次的复活 但是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问题是我们是属于哪一次的复活 是第一次的复活吗 还是第二次的复活 在圣经里面所谈到的在启示录我们说 对不对 问题是属于哪一次的复活 复活的人是得到永生 那么第二次复活的人他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是复活接受审判 然后会永远的灭亡 因此很多的人就相信 人死后其实灵魂是飘上天堂的 或者是说因为你活在世上的时候是很坏的人 所以死的时候就下到非常火热的地狱 那个地狱就是魔鬼所在的地方 所以上次我就说了 就是说我们所爱的人死后真的是直接到天堂吗 那如果到直接到天堂的话 他们现在是不是正在天堂往下看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到底好不好呢 死了的人 我的确有说 就是说有可能还会再来与我们对话 甚至来纠缠我们吗 这些问题呢 给人造成很多的迷惑跟误解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也在这里呢 就是因为研究圣经了以后 我发现到就是说这个给撒旦的机会来骗我们 就是说我们对死的看法 有自己的一个解释的话 那么最安全的也是最正确的方法 就是针对以上那些对死的 这个之后会怎么样子的问题的解答呢 上次我已经建议给大家 就是说以圣经的话 就是圣经怎么说 那个才是最安全的 然后呢 然后呢 针对圣经对死亡的这个说明呢 以圣经为标准的才是最正确 所以这些问题 我讲了那么多的开场 就是说呢 朋友们对 首先这个 我今天那么短短的时间回答 就是说对死的看法 那么我还是一样的 再次的用这个圣经的这个对死亡的说明呢 来跟大家来去分享有关于死 那么上一次我们想到呢 只有一个上帝是不会坏的 就是不会永远死亡的 就是等于不朽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种你不会死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是魔鬼的谎言 因为人都会死 只有神不会死 第三个呢 就是死人在坟墓里面 圣经里面上说是睡觉 叫做安息 就叫死 第四个 死人是毫无所知的 第五个呢 圣经的教导是永生啊 人的永生是上帝所赐的这个礼物 不过呢 朋友们在几个问题上面呢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尤其是有关于地狱的看法 灵魂的看法 这方面给了我一些些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建议 我在这里 我就希望说 就在现在 就跟你分享 参考 给你做参考 圣经对这个灵魂 对地狱的这个看法 给你做参考 好不好 地狱是什么 地狱当然英文叫做Hell H-E-L-L 对不对 这个英文字呢 Hell H-E-L-L 这个是从圣经的原文 圣经的原文 旧约 希伯来文 新约 叫做希腊文 翻译过来的 所以在旧约 有讲到地狱 就是英文叫做H-E-L-L Hell 那我们来看它 好不好 旧约的Hell呢 就是翻译成为 从希伯来文 那希伯来文呢 这个Hell呢 就是shell S-H-E-O-L 简单的来说呢 这个shell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是shell 我的发音不太准 希伯来文 那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指死人所在的地方 希伯来文 现在的英文叫做Hell 对不对 是从希伯来文 shell S-H-E-O-L 来翻译的 那英文就叫做呢 The place of the dead 那些死掉的人 所在的地方 那个叫做shell 这个名词 在现今 称作什么呢 坟墓 我们华语坟墓 或者是说墓园 简单来说叫做什么呢 Grave yard 或者是说 Cemetery 大家知道 那么新约 这个Hell呢 就是翻译成 从希腊文来的 它的发音叫做 Jahanna Jahanna Jahanna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 或者是说英文呢 就是H-A-D-E-S 就是Hades 那么这个Hades的意思 或者Jahanna的意思 就是指死人所在的地方 也就是The place of the dead 就是跟那个旧约 shell一样的相同的意思 好 Jahanna讲到新约的Hell 就是说地狱 Jahanna 是什么呢 结果圣经学者们 他们去查 发现到 Jahanna是一个地名 这个Jahanna 这个地狱 Jahanna 在哪里呢 是耶路撒冷的一个 耶路撒冷外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呢 Jahanna 他们当时 称这个地方 华语翻译 Jahanna 华语翻译 叫做垃圾堆的意思 就是Rubbish Rubbish tip的意思 垃圾 把垃圾丢到那个地方 然后堆积起来 堆积起来 多了以后呢 就把它焚烧起来的意思 就是Jahanna 就是圣经里面 所使用的地狱这个词 在人死后呢 会如何的 那一个节目的分享 我们分享到了 就是我们看到 恶人呢 还有恶天使 还有地狱本身 会在第二次的 这个死亡当中 被丢到硫磺的火壶里面 然后彻底的被消灭 一直到永永远远 对不对 然后以后这个地方 就是Jahanna 就是地狱呢 恶人呢 就从此不再有了 这个是圣经里面 对地狱的说法 各位朋友们 所以当硫磺的火壶 熄灭了以后呢 罪跟背叛的天使 还有恶人 完全的就消失在 在宇宙当中 那么那些地方 就是消灭恶人 消灭恶天使 魔鬼的地方呢 在新约圣经 叫做Jahanna 是在耶稣基督的时代 在新约时代 是耶路撒冷外面的 堆积垃圾的那个地方 所以圣经里面的看法 对Hell就是这样子 或者说对地狱 不是地狱有一个地方 是现在专门烧的地方 不是的 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意见 或者是说分享 大家能够明白 第二个呢 我们谈到灵魂的问题 这个灵魂的问题 就有很多的人 有给我很多的意见 那么每一个人都有 很好的一些看法 那今天呢 我再把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研究 跟大家分享 给你提供做参考好吗 灵魂 英文叫做Soul Soul Soul 对不对 我们的灵魂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说科默师 你说灵魂没有灵魂 怎么会没有灵魂 怎么不会 怎么会没有灵魂呢 你说灵魂会死 它真的会死吗 我在这里再次的把这样子的一个圣经的观点 对灵魂跟你分享 或者是跟所有现在正在收看这个电视节目的人分享 灵魂呢 是指整个人 这个人呢 人会死的 而且是会被消灭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给大家以希节书来做参考 以希节书 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整个灵魂 整个人是会死的 以希节书十八章四节 十八章的四节 他说呢 看啊 世人都是属我的 为父的怎样属我 为子的也照样属我 犯罪的 他必死亡 我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在电视的音频上面 能够看那个 世人都是属于我的 还有下面叫做犯罪的 他必死亡 这个是华语的翻译 对不对 你看英文的翻译 它怎么翻译 好不好 Behold 他说 All souls 有没有看见 All souls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所有的人 他用英文用souls S-O-U-L 然后下面你看呢 他说呢 Mine as the soul of the father So also the soul of the son is mine 然后记得这个英文 我这个是从 King James Version拿出来的 就是 The soul that sinneth 就是说 那个犯罪的灵魂 它会死的 英文 是说 The soul that sinneth 或者说sineth 就是古字 sin 就是犯罪的灵魂 你知道华语怎么翻译吗 就是说犯罪的 犯罪的是什么呢 是人 那英文这里是说什么 它是说 The soul that sinn 就是犯罪的灵魂 它会死 你看见吗 朋友们 所以在圣经里面 就解得很简单 就是说 它讲得很清楚 在我们华语里面的灵魂 如果你看原文的时候 你就会很清楚地发现 那个灵魂就是什么 就是人 对 就整个人 然后呢 那个灵魂犯错的那些灵魂 就是犯错的人 它会死 希望这个东西 或是说给你参考 这个 以西结束十八章四节 这个圣经章节 你华语 你配合原文的英文的版本 你就会发现到 是有那么样子的一个 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呢 我要给大家看 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 第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 这里说呢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你看 你看了这华语以后 我要你看英文好不好 所以他这里讲呢 我慢慢地读英文 他说呢 所以简单地来说 当你把身体与人格 再从 加上从上帝而来 生命火花 加在一起的时候 就形成了一个活的人 a living person 所以上一次我们谈到了 身体跟人格 人格包含你的思维 你的情感 你的感觉 你的个性 OK 再加上上帝的气 你就变成了一个 living person 我们需要哪一些元素 我们需要这一些元素 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 身体就是尘土 人格就是你的个性 你的思想 你的情感 可是这些没有什么 要加上上帝的气以后 才能够变成一个 living person 所以这个soul或者spirit 英文的soul跟spirit 华语叫做灵魂 都是来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 叫做 Nephish Nephish 希腊文叫做什么 Penuma Nephish跟Penuma 是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你 Nephish跟Penuma 这个就是翻译成 英文叫做soul and spirit 但是Nephish跟Penuma 讲到灵 华语成翻译成灵跟灵魂 它从来没有暗示说 这两个东西 是不会死的 因为加在人的身体的Nephish跟Penuma 加在人的身上 以后 然后人犯罪以后 人身上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死 包含Nephish跟Penuma 就是灵魂 灵魂都是死的 所以在这边用简单的方法 各位朋友 就是说 身体 就是灵魂这个东西 是什么 就是刚刚我想圣经里面都告诉大家了 它的原文的意思 跟大家分享 不过有一个比较可以让大家明白的 就是我们整个人 至此会变成人的例子 来跟大家说 那个灵魂 只是整个可以成为一个living being 或者living 就是说会活的人 a living soul 当中的一个元素 就是我们华语翻译 在为灵跟灵魂 可是灵跟灵魂是会死的 所以我用电脑的例子 来跟大家来分享 你就应该稍微会帮助你一下 就是人的被创造 跟电脑的那种概念 来比较一下 的确是如此的 你看到电视这样子的一个荧幕 你会发现到 中间是人或者是电脑 好了 我们的项目里面有硬体 有软体 还有生命来源跟组合 看到了没有 好 中间的这个地方 人呢 这个人是什么呢 就是身体的原子 质质 细胞 还有DNA 对不对 这个是属于硬体的方面 电脑呢 硬体方面呢 就是说 hardware 就是机壳 主机板 motherboard 还有 这个disk hard disk 就是硬碟 mouse 滑鼠 还有 荧幕 列表机 对不对 这个是硬体的部分 这些硬体的部分 有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的 要加上软体 对不对 这软体在人来说的话 就是灵 灵魂 人格 跟记忆 它的个性 对不对 那电脑方面呢 就是 我们 它的软体就是 比方说 Windows也好 Office也好 这些program games 还有Apple的 iOS的 这个system 或者是说 Apple的 这个notes key notes numbers 那个是软体 那么 我们看到人 他的生命来源 是上帝的气 The breath of life 那个电脑呢 硬体 软体有了以后 他要怎么动呢 就必须要有什么 电 电呢 Electricity 他才能够动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人呢 有硬体软体 生命的来源 加在一起了以后 他变成一个 Soul 他一个活人 就是Living Person 那电脑呢 有硬体软体 跟电的来源以后 那个电脑 才变成计算机 才变成电脑 才可以用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明白 所以电脑可以 正常的运作 它需要硬体 软体 以及外来的电力 才算是一个 有一台呢 叫做有用的电脑 要不然只是 一堆一堆东西而已 所以 行程可以正常运作的一个电脑的三个要素 其中一个呢 如果没有了 或是坏掉了 电脑就不会动 比方说 电脑有硬体了 有软体了 但是 没有电 电脑是一个死的东西 人也是一样 人有一个躯壳了 然后再来了一个 人有 上帝给他一个个性 有一个感觉 有一个样子了 是不能活的了 一定要有他的气 才能够活起来 大家知道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意思 在复活的时候 只有上帝可以把这个三个元素 再次的结合起来 死死人 复活 只有神 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呢 就是复活的一人 他的身体会变化为不朽坏的 永远就年轻健康 不会生病了 也不会老化 也不会衰退 上帝呢 朋友们 为我们预备 将来预备的这个计划 是很美好的 你觉得呢 只有上帝可以使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成为可能 所以说 让我们选择站在哪一方 好不好 各位朋友们 我在这里讲的 并不是说 一定要推翻你的理论 灵魂这个东西 实际上在圣经里面 你去查的时候就是如此 而灵魂是会朽坏的 真正的给人生命的就是神 好了 另外呢 朋友们在安息日的主题上面呢 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因为在上周我们也谈到了 那现在我就把朋友们的一些疑问 以及一些分享 在这里跟你分享 然后呢 给你做参考好不好 其中一个朋友问我就是说 星期日是主日啊 你怎么说是安息日是主日呢 那我在这边问题就是 称呼星期日是主日 这个称呼是不是正确的呢 首先我在这里 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谁是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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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 I'm the Lord 就是说我是主 大家没有问题 每一位基督徒都认为 Christ is the Lord 基督就是主 那请问呢 你仔细听我说 耶稣曾经称自己是第一天到第七天的哪一天的主吗 有没有 耶稣有没有曾经说过 我是第一天的主 我是第二天的主 第三天的主 好像都没有 但是有一天呢 他居然讲了 他有啊 他是那个天的主 他说什么 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 安息日就是一周的第七天 对不对 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章节 在第一个章节 我给大家看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这里说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我另外一个相同的 就是在马可福音二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他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呢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另外一个 路加一师他写的福音书 路加福音六章五节 又对他们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所以上帝所创造的一二三四五六七 哪一天耶稣基督或是神曾经说 我是那一天的特别那一天的主呢 有 就是那一天 就是安息日 一周的七日 耶稣称 第七日 一周的第七日 耶稣称那一天是他的日子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所以 只有安息日 才有可能 我用可能 这样子跟你们分享 只有安息日才是 有可能是主的日子 只有安息日 是上帝在创造之时 所赐福的 所定的 圣日的那一天 只有他是可能性的 是一个神圣的一天 因为在创世纪里面谈到呢 是上帝在一周到第一天到第七天 上帝都很喜欢都是好的日子 但是有一天他特别特别赐福他 就是那个一周的第七日 就是安息日 那么 那个圣经章节在哪里呢 我现在就给大家看 创世纪第二章 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 我念给大家听 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 天地万物都造起了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功完毕了 就在第七日 歇了他一切的功 安息了 神就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 神谢了他一切的功 就安息了 很清楚吗 对不对朋友 另外一个呢 十条诫命 就包含 当纪念安息日 在十字架上 不是就废除了吗 这是一个朋友跟我说的 耶稣定在十字架的时候 不是安息日 就废除了吗 因为呢 因为呢 这个安息日 是旧约时代的东西 所以新约时代 耶稣被定了以后 就没有了 当然了 十条诫命 没有在十字架上被废除 这是我跟那位朋友说的 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 要不然 十条诫命当中的 偷窃杀人 奸淫 作假 奸证 陷害人 难道就可以吗 如果都不废除的话 不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偷窃 也没有罪 再杀人 虽然是社会给我们判罪 但是在上帝看来 你没关系 社会给你判罪 我上帝 允许你 偷窃杀人 不可以的 对不对 唯一 朋友们 在十字架上被废除的律法 就是献上羔羊的 动物的那种 遗文的律法被废除了 为什么呢 因为遗文律法的那些 献上动物的这些仪式 遗文律法都是指向 那个真羔羊 它的名字就叫做 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 当耶稣基督被定在 十字架上的时候 那些象征 耶稣基督的那些羔羊 或是说遗文律法的 那些献祭 动物的 这样子的一个 律法 就在十字架上被废除了 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耶稣的确经常纠正 还有挑战当时有关 守安息日的人 比方说犹太人 他们所制定的那些 凡所没有必要的规条 那个才是耶稣基督 在对抗的事情 这些人 所额外制定安息日的 这些规条 已经没有 已经怎么样呢 成为人 当时这些人 他们的负担了 所以 我在这里要讲 耶稣的确 在当时就是 他在跟这些人 所制定在安息日的 这规条对抗 但是耶稣从来没有 也不会有轻视 甚至是废除 安息日的神圣性的 好了 有一个朋友 也是问我 他说早期的基督徒 是在哪一天崇拜 这样子的话 就好说了 好 很快的 我告诉你 很多的证据显示 耶稣升天以后 他的门徒 跟基督徒 都在安息日 崇拜上帝 这些例子 很快的给你 给大家 因为时间不多 首先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 好不好 马太福音的24章 这里20节说 你们应当祈求 叫你们逃走的时候 不要遇见冬天 或者是安息天 另外一个是 路加一世 一个外邦人 他写下了 路加福音 他怎么形容 安息日 路加福音 23章56节 他们就回去 预备了香料 香膏 他们在安息日 便遵着 诫命安息了 第三个 门徒 使徒都遵守安息日 举些例子给你 使徒行传 13章13到14节 保罗和他的同仁 从帕佛开船 来到了 庞菲利亚的别家 约翰就离开他们 回到耶路撒冷去 他们离了别家 往前行 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 在安息日 进入会堂 坐下了 16章13节 当安息日 我们出城的时候 到一个河边 直到那里有一个 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来 对那聚会的父女讲道 18章4节 每逢安息日 保罗在会堂里辩论 劝话 状太人和希腊女人 这个是使徒跟门徒们 他们在耶稣升天之后 他们还是继续遵守安息天的 所以各位朋友们 另外一个如果 我看一下时间够不够 有一点点时间 我再给你一个圣经章节 好不好 那个就是什么呢 第四条词命 也是包含在《使徒行传》跟《启示录》当中 经常被提到的 比方说我拿《启示录》14章7节 这里面上帝的使者 约翰他写了 他说他大声地说 应当敬畏神 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这个是约翰所说的 应当 他说耶稣基督告诉他 是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的 你知道这个语言是哪里的语言吗 就是创世的时候的语言 以及第四条诫命 当今天安息日的这个语言 最后一个问题 安息日可以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呢 这个是很多人问我的问题 好了我要走完走安息日 可是安息日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于马太福音12章12节 马太福音12章12节 这里说 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 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 朋友们 任何形式的敬拜 赞美上帝的活动 善事都是可以的 日常的活动 比方说上班 上课上学 我们就应当停止 让安息日成为一个特别的日子 一个感恩 一个喜乐的一天 特别是在一天 一个星期当中 是属于人跟上帝 一个有品质的一个时间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里 那么简短的一个时间 跟大家分享您 对过去这几周来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我在这里也拿出 我的看法 以及圣经里面的角度 跟大家来去分享 总而言之 希望这些 今天我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主 安息日是上帝所赐福的日子 一个提醒世人 就是说上帝如何创造这个世界 上帝如何创造人类 以及显现出 安息日显现出 祂是一个慈爱上帝的一个品格 是一个救赎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一个神 上帝 祂是要赐人平安快乐的 所以朋友们希望今天的分享 是一个 可以给你提供一些些的意见 提供一些你新的思考 安息日 或是说对死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开始吧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我在这个地方 或是说我们这个 矫情的灯 路上的光的这个节目 并不是一定要叫你要做什么 这样子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希望把上帝的话圣经 里面所说的一些指导的原则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看了以后 去思考它 再次的跟大家说 圣经是上帝的话 是我们人生道路上面的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依靠上帝的话 来去追求真理 才是聪明的觉知 有神吃力平安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 我们下周再见 我坐在订阅上 我来看 给你这个图里面 大阳 我们下周再见 这一天 就好 我来看 这一天 我们下周再见 内敝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